香港大專學界週五發起的不合作運動 包圍警察總部等多個政府部門 另外 民陣宣布 在下週G20峰會前夕舉行大集會 促國際施壓港府 香港多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到灣仔聲援學生包圍警察總部的行動 呼籲示威者堅守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 民主派議員傍晚屆傳媒 呼籲特首林鄭月娥及其他官員 與示威者對話回應訴求 我們就希望林鄭政府、林鄭月娥本身 就真的要走出來 和譬如是學生的代表 有個對話 有個起碼商討 因為現在已經入了一個死局 情況變成了一個死結 但是她是整個爛灘子的始作俑者 林鄭是必須出來收拾的 這樣反而是會令外面的示威者 當中大部分的年輕人 是更加憤怒 解零還稅是零人 林鄭月娥出來見人 這個才是真正解決問題之道 另外 二十國集團峰會下週五和六 將在日本大阪舉行 民陣呼籲香港人在G20前夕 下週三大集會 通過國際社會施壓林鄭政府 信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 中文集團